像市场上已经有非常多的影片剪辑App 有的影片剪辑App 它们的功能甚至能够媲美影片剪辑软体 所以我也去尝试了很多影片剪辑App 去使用它们不同的功能 今天这期影片 我就会推荐给你五个影片剪辑App 让你只需要通过手机 就能够剪出好看的影片 我也分析每个影片剪辑App 它们的优缺点 让你找到最适合你的影片剪辑App 我也会在影片的最后告诉你我的最佳选择 同时我也准备了一份高效影片剪辑攻略 如果你想快速提升影片剪辑的速度 可以通过评论区的链接去免费下载一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的朋友 我是 Grayson 如果你想看好今天YouTube频道 你想在网路上打到自己的个人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把旁边的小银铛打开 就能够接收到最新影片通知了 如果你想了解一些 进YouTube频道的使用工具 可以在底下描述完整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Adobe的Premier Rush 这个虽然是一个精简版的Premier Pro 但是它的功能还是非常强大 首先它是一个跨平台的剪辑App 所以你能够在手机上剪辑影片 然后你可以导入到PC、苹果电脑或者平板电脑里面 Adobe的Premier Rush的界面非常清楚剪辑 每个功能的标志都非常大 能够让你知道如何使用 你还可以调整成接近Premier Pro的界面 可以让你使用不同的音频轨道 可以让你导入不同的音频视频文件 你还可以锁住静音每个轨道 你可以拖出在不同的文件 你可以对你的素材进行调色 加入文字 加入各种转场动画等等 同时可以根据你影片自动调节音量 你也可以快速的调整影片的高宽比 例如你想把你的影片转化成YouTube Shorts Ig Reels 都可以在AdobePremier Rush里面快速的调整 固然AdobePremier Rush的价格 它可以让你免费的使用 也可以让你使用虚拟的功能 但是它的限制就是 你只能导出三部影片 单独购买价格就是 9.99美金一个月 除了导出影片没有限制之外 它也可以让你进行 手机和电脑之间的文件同步 如果你有同时使用Adobe家族其他的软体 像是Photoshop Premier Pro 你可以选择它的Created Cloud计划 价格是52.99美金一个月 使用这个计划 你就能够使用Adobe的所有软体 第二个影片剪辑App 叫InShot 这款剪辑App 非常适合于剪辑社交媒体的影片 你也可以快速地在里面调整影片的高官比 它在里面提供了非常多 不同社交媒体的规格 你可以快速地进行切换 InShot里面提供了非常多的效果 还有滤镜 可以让你达到不同的影片效果 就像是修照片一样 对你的影片进行调色修改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 也有很多的功能 它的界面非常清晰 能够快速地让你导入你的素材 开始剪辑 你可以对你的素材进行裁切分开删除还要调整位置 你还可以加入各种文字标题等等 在InShot里面也有提供很多音乐可以让你使用 但是大家要注意它们的版权问题 里面还提供了很多的贴纸 去让你提升影片的效果 如果你想快速地对你的影片进行调色 加入各种效果滤镜 然后发布在你的社交媒体上 那么InShot是一个非常不得选择 InShot的缺点就是 它只有一个轨道 你不能够添加不同的素材在多个轨道里 同时它也没有办法进行观念证的变化 去做出画面大小变化的效果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不能够对音频文件进行细致的调整 在各方面 InShot能够让你免费的使用 但是你的影片里面会带有浮水印 在导出的时候 你需要看一顿广告 你可以选择5.59美金一个月 去除掉广告还有水印 第三个影片剪辑APP叫VM 这款影片剪辑APP是完全免费的 并且不会带有水印 它的界面非常简单清晰 能够让你使用不同的轨道 去加入不同的素材 可以让你加入文字 音乐 贴纸等等 也可以让你加入不同滤镜 对画面的颜色进行调节 同样的 它也可以让你快速地切换影片的高官笔 这样就能够让你发布在 不同的社交媒体上 VM这款影片剪辑APP 它有一个很好的优点就是 它能够在你导出影片的时候 能够让你手动修改一些导出参数 同时这款APP也能够跨平台使用 你可以使用在iPhone和安卓的手机 同时也能够使用在 苹果和Windows的电脑 关于VM这款影片剪辑APP 它的缺点就是 相比于其他提到的影片剪辑APP 它的功能不是最先进的 如果你想要的是 功能更加专业的影片剪辑APP 那么VM不太适合你 如果你是一个新手 你这样简单的剪进的Vlog 那么VM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还有一个很小缺点就是 当你创建新的文档时 VMAPP会自动升成它的文字素材 如果你不选择删除 它们就会一起导出 第四个影片剪辑APP叫VLO 它的操作也十分简单 可以让你快速的上手 这款影片剪辑APP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的音频的波纹 会显示在影片的上面 很少影片剪辑APP 能够做到这一点 VLO有提供了多个轨道 让你添加不同的素材 可以给你更多的操作空间 才能的影片前面操作都有 你可以剪切 加速 调整大小 你也可以调整颜色 加入不同的滤镜 加入不同的效果等等 VLO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做出关键帧变化的功能 可以让你画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是在其他影片剪辑APP里面 很少见到的 同样的可以让你调整影片的高宽比 适用于不同的社交媒体 横屏竖屏都是可以的 关于价格 你可以免费的使用 在导租之前 如果你看了广告 就不会有水印 但是为了移出广告和解锁所有的功能 你需要付费 现在是5.49美金一个月 10.99美金一年 或者是31.99美金终身使用 VLO同样是用于安卓和iPhone手机 但是你需要分开付费 接着就位者 如果你的iPhone手机里面 安装了VLO 并且是付费了 解锁了所有的功能 如果你想要在你安卓手机里面 安装VLO 也使用相同所有的功能 那么你预须再付费一次 第五个影片剪辑APP叫Kindemaster 这个影片剪辑APP功能非常全面 很多在剪辑软件里面的功能 都能够在这个APP里面找到 剪辑方面 你可以使用波纹剪辑 来提高你影片剪辑速度 你可以让你背景音量 随着人声进行调节 你可以循环播放 以及调节你的音质等等 Kindemaster也提供了多个轨道 可以让你加入不同的素材 你可以加入你的文字 标题 特效等等 Kindemaster里面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但是大部分需要你付费使用 Kindemaster里面还自带了拍摄的功能 可以让你及时录制你的素材 同时也自带了录音的功能 能够让你快速的录制音频文件 关于Kindemaster它的缺点就是 它不能够像其他提到的影片剪辑APP一样 快速的调整影片的高宽比 因为在你创建新的文档时 它就已经把高宽比确定好了 你不能够调整 另外的缺点就是 它的颜色调节功能太过基本 不能够让你进行精细的调色 Kindemaster同样适用于iPhone和安卓手机 你可以免费的使用 如果你想要去除水银 你需要购买 它的价格是5.49美金一个月 或者是30.99美金每年 那么这五款影片剪辑APP 到底哪一个适合你 如果你是新手 刚入门影片剪辑 你想学习简单的影片剪辑操作 你可以选择VM 它不仅包含了很多基础的影片剪辑功能 同时还可以让你跨屏来使用 你不仅能够在手机上面使用 还可以在电脑上面使用 如果你想要拥有更加专业功能的影片剪辑APP 那我推荐你使用Adobe Premiere Rush 虽然它是精简版的Primi Pro 但是它的功能已经足够强大 它包含了大部分的专业影片剪辑功能 能够让你快速的剪辑出好看的影片 希望这期影片能够帮助你找到最适合你的影片剪辑APP 如果你想要了解最好的影片剪辑软体 可以去看一下我这部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点赞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 欢迎点赞我频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我的IG 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些 进YouTube频道的使用工具 可以在底下描述栏找到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